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岁是白鲜勇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具体讲什么的我也不大清楚 但应该是小说类型的 然后从它的这个分面和它的这个分面设计应该感受得出来 是一个比较有暗黑色调在里面的一本书 我稍微翻了一下发现它是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挺好的 就是短篇小说看起来比较顺 不需要像长篇小说一样 一天看完不然就不爽 短篇小说可以慢慢的断开看 这是还买到的第一本书 季梦的17岁 接下来呢是第二本 第二本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我在故宫修文物 这个的话是我看到了它的这个纪录片 但是纪录片那个 没有看完吧 大概看了其中一部分 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对文字越读感兴趣的人 所以说比起纪录片 我想那看一看书肯定也是挺不错的 于是当时正好在成品书店 它被放在了一个推荐区 所以一眼就看到了 于是我就买了这本我在故宫修文物 这个话不愿意看书的同学也可以去看纪录片 纪录片也是非常的棒 把那种老北京的气息 然后在故宫中去进行文物修护的这一波人的生活 也得以了一定的体现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部纪录片 它后面呢是这么形容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错的 书或者说比较不错的纪录片 再来第三本 第三本可以说我是单纯是被它的这个名字所吸引了 是我在精神病院当医生 我其实自己个人对精神病的这样一个主体 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因为从小看那个小丑 就是蝙蝠侠和小丑里面的小丑的时候 我对小丑的那个人格和对小丑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就是特别的吸引我 尤其是去年上映的吧 就是那个双马尾的 一边红色一边蓝色 那个马尾变的 那个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 里面又出现了小丑 然后又重新激起了 我对这种小丑 或者说对精神病患者的一种兴趣 于是我看到了这本 我在精神病院当医生的这本书 就无意识的就伸手去了 它还给拿了过来 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给大家解释了 再读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说明 狂乱 躁动 孤独 不被理解 一本文学 医学 哲学交织 而成的精神病小说 看看消失在恐惧 忧愁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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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么样 精神分裂 被害妄想 创伤 压力 震 扣 群 居 撒得 战力 心灵 OK 这是这样子的一本书 比较有兴趣 打算读读看 接着呢我们来看第四本 哎 第四本 第四本呢是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它叫二十一个比例 二十一个比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讲一个精神分裂患者 就是它有二十一个人格 每一个人格都是相独立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本书 我也不知道它是计时小说 它是计时型的小说 还是那种独占型的小说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 但是这本书我从以前就知道 然后包括我刚才讲了 我最近对精神病啊 精神分裂啊 等那些奇怪的症状比较感兴趣 所以说也把它给买了回来 二十一个比例 到这儿为止 基本上是以小说为中心 接着呢 再看几本其他类型的书 首先呢是这两本 叫做绘画的基本 绘画的基本二 我买这个书我买这个书的原因呢 是黑猫想要拓宽一下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范围 那么做什么呢 我想从心和时期小的时候就比较感兴趣的绘画这件事情 所以说正好看到当时书店有卖这样子的入门型的 就是 业余人士入门型的书籍吧 所以说就把它给买了回来 这些书他也会去 好好的参照 最后呢就是同样类型的 画出人物之美 这本书我买他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被他的这个水彩化的这种朦胧美给所吸引了 包括给大家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内部 你看就刚才那两本如果说是绘画入门的话 其实这本书就有点就是针对于水彩化了 觉得也非常的美 所以说就把它给买了回来 好了 希望黑猫买这些书不是买回来放在书架上 当做摆设当做装饰 希望黑猫能买这些书真正的看到 眼里看尽心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喜欢的书推荐的书 欢迎你告诉我 用弹幕或者评论都可以 我都会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行吗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哦对 如果这些书包括一些其他我看的书特别好看的话 我也会日后考虑 做一个给大家推荐一些我真正看过的话 觉得特别特别好看的书的视频 如果你对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告诉我 那好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